底部焦香酥脆 又鲜利多汁的牛肉锅贴 吃得真香 现在准备花椒水 温水浸泡10分钟 这是一块牛肉里肌 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放到角度机里搅碎 浇好的牛肉加入食盐 五香粉 胡椒粉 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浸泡好的花椒水 分多次的打入肉馅里 接下来把洋葱切成水丁 把切好的葱姜末洋葱水放入肉馅里 倒入料油 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这样肉馅就调好了 再来准备一些饺子皮 调好的肉馅放到饺子皮里 找一根筷子沾上水 在脚皮的边缘抹上 把脚皮中间捏合 将一个锅贴的生培就做好了 电米葱鱼热刷油 把锅贴一次的放入电米葱里 再来调个锅贴几瓶花的面糊水 10克玉米淀粉 加200克清水搅匀 锅贴煎至这样金黄 把调好的面糊水倒入锅里 盖上锅盖 煤6分钟左右 看里面的面糊水快干了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上面撒上黑芝麻和葱花增香 底部留满了里面馅料的汤汁 太香了 满厨房都是香味 底部焦香酥脆 再加上馅料的鲜香 越吃越好吃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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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